這個圖出來 不過這地方美攻可能要再加強 因為我們不是主要美攻 那如果 程式又可以搭配美攻的話 那效果會更好 只是說這邊我們剛剛按下去 比如說按那個2我效果還沒做 不過1我已經做了 按下去有沒有 換一張圖有沒有 放開他就有自打上去了 那2是沒有1的話有 按下去會有第二張圖 所以如果你今天按下去的話 會有 一個換字的效果 換一張圖的效果的話 就兩張切換 一個按下去的動作 會有這個這個效果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不是寫程式的 其實也可以寫程式的 就是在什麼在那個按下去的事件裡面 你去換一張圖 但是問題來了 你按下去Click有沒有 它會是Click 就是完成點放的動作 它不是按下去喔 所以那個事件恐怕你要用另外一個事件 就是當那個按鈕Click 就是 可能要找一下那個事件 按下去那個效果 然後當它放開的時候 Release的時候有沒有 它又要換回來那張圖 不過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Android裡面有一個簡單的方式 它知道說你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第一個 我們剛剛的做法 就是先把圖放上去 對不對 不過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要在哪邊做動作 剛剛是在這邊做一個 這個背景上面 有沒有 去選擇這一張 這一張圖對不對 那實際上我們有兩張嘛 第二張有沒有 底線2 有一個底線2 背景是不一樣顏色的 不是白色 它是橘色的 那我們如果要做出這樣的效果的話 第一個 這邊怎麼做 其實就是更換成一個XML 其實就是更換成一個XML 就是說呢 就是說呢 我們不是 就是說 背固讓本來是放一張圖上來 本來是這一張圖 放給他 但是呢 請你把它取代為XML 那這個XML 就是告訴他說 如果當它按下去的時候 就幫我換一張圖 否則的話 用原來的圖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表示 首先的話呢 將來 我先把這個先滴掉 這個地方 重來一次 比如說我今天 要做出這個效果的話 第一個 不過這張圖就不見了 因為我剛剛是用它 不過沒關係再一次 按右鍵 這邊的話你可以新建一個什麼呢 這邊有個Android的XML File 就是說呢 我們以後就建一個XML File 那這個File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我把它新建一個 那它就會在這個Drobo裡面 新建一個 那名稱我叫PIC01好了 比如說有九個圖 那就01,02,03 那底下的話 特別注意 路者它的根目錄 請你選擇Select 那Select 就是可以有選項的效果 哪一個項目哪個項目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選Select 按下一步 那下一步之後的話 直接按完成也可以 就是選Select 按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跳出這個 這個已經寫好了 我再把它打開來 這個 OK 打開來之後的話 原來它會有一個Select 其實我們要加上項目 你們剛剛打開來應該是像這樣 就是一個Select頭 一個Select尾 那接下來的話 按一個Tab鍵 在裡面的話 打一個小魚 小魚之後的話 再打一個I 好了 它會跳出一個Item 開頭Item結束 那直接把它點兩下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 這個 一個 這個Item出來 那這個Item的部分的話 我們直接在上面打一個Enjoy開頭 這個恐怕沒有更快的方法 因為它不會自動產生 但是你打個冒號之後的話 它會自己出來 就是說呢 第一個Item的話 就是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用哪一張圖 那這邊的話 你就打一個Drobble 打一個D Drobble 按Enter之後的話 這邊裡面就是 我要 這個 這張圖在哪裡呢 在Drobble Drobble裡面的哪一張圖 你就要告訴它 這個是按下去的那個圖 是放在 在Drobble裡面的哪一張呢 PiC 底線 是09 底線 1 之2 之2 之2就是 底色是 應該是 淺紅色那個 OK 那這個效果要做出什麼效果呢 這個就是說 當我什麼呢 當 這邊還有個事件 這個事件有點類似像 事件是點下去的事件 當Enjoy 冒號 當他做什麼事情呢 當他 這邊會提示 打一個Enjoy 冒號 他會有一個 State 這個應該在這裡 這個分號 應該在 應該打在這個分號外面才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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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錯位置 所以沒提示 OK 就是第一個是指定它的圖 第二個是 它的什麼狀態 什麼狀態呢 當這個State 有沒有 這個時候請你打一個State 就是不用被 你可以找一下 它的State狀態是什麼呢 被壓下去 被按下去的狀態 所以在最下面會有一個什麼呢 當它的狀態是被按下去的狀態 然後呢 這邊打個True 當它被按下去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去 把這張圖抓出來 那另外呢 預設的效果 你要給它 預設的效果 也是要打一個Item Item這個選下 按Enter 選到之後按Enter 那裡面的話 就是原來的 原來這張圖的話 基本上就是 可以偷懶一下 乾脆把這上面 Copy一下 然後把那個狀態拿掉就可以了 貼到下面來 然後呢 把這個狀態 因為我不需要 我只是要預設的圖 預設的圖 那預設的圖是哪一張呢 就是 原來這一張 把它Save一下 Save之後的話 同樣的方法 就是 鍵01 一直到09 然後分別最後 記得就是說 我要讓它有按下去的效果的話 一定要怎麼樣 選這張圖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 這個地方點下去 Background 這個地方 它就會出現 PIC 01 本來是一張圖 它會出現 可是現在 XML 也會出現 也就是說 這個XML裡面 可以記錄狀態 當它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個效果出來 按確定之後 那你會發現 因為我有個Default值 預設的那張圖是第一張 所以當我點下去的話 它會換下一張 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在卓博上面 按右鍵 新建一個什麼呢 Android XML File OK 第二個的話 你就選Select 記得是Select 再來就是增加一個Item Item裡面 特別注意就是 先指定 它的圖是哪一張 它的效果是哪一個 第一個Item 第二個Item是什麼呢 原來的圖是哪一個 原來的圖是哪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只要Save就可以了 不過 你的格式有亂掉的話 先把它Save 我習慣用Ctrl Shift加F 它會自己排好 建議各位可以把快速鍵 Ctrl Shift加F 就是格式化 把它記一下 我常常就是有時候 亂掉的話 會在這個地方做一個 它有一個Ctrl Shift加F 我忘記在哪個地方 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 幫我格式化的一個動作 那最後把它Save之後 跑起來 就會是 畫面上看到的這個效果 現在有沒有 1按下去就OK了 有沒有 其他的話 2到9 請各位自行完成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